英泰珠宝在位于南加州圣盖博士的旗舰店举行了重开典礼众多嘉宾旗举堂 出席当天重开仪式的有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南帕萨迪娜市市议员Michael Cassioti等当地民选官员 以及包括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张树九、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荣誉会长黄慧珍、 英龙传媒董事长苏延涛、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文等当地社区领袖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在致辞中表示 希望本次银泰珠宝的重新开业能给圣盖博的商圈注入更多的活力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银泰到我们城市以后呢 可以带动其他的商家 也可以进到我们圣盖博士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特别的兴奋 因为既然在我们圣盖博士我们一定双手欢迎他们 那我们也尽全力的能够帮他们的生意到处宣传 然后到处去找人来买他这个非常漂亮的珠宝 因为这个银泰的老板他自己本身就是珠宝的设计师 那他的设计是非常的非常漂亮 那希望我们在圣盖博谷的这些华人呢 能够到这个银泰珠宝来看看他们这个新店 银泰珠宝董事长张贤在当天表示 银泰珠宝自创立以来始终以诚信品牌服务之上为宗旨 享誉南加州而本次坐落于圣盖博士全动广场的银泰珠宝旗舰店扩大营业后 全新的店面装潢宽敞亮高雅大气更是使其成为了广场的一大亮点 我们银泰珠宝在洛杉矶已经耕耘了这个20年了 这个今天重新装修 请来了政界商界精英汇聚一堂 让我这个店彭壁生辉非常高兴 欢迎大家 我们也会继续在这个 我们是走中高档路线的珠宝 所以还会继续努力把这个生意乐做好 娶自己社会回国于社会 据介绍 银泰珠宝一直秉承着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从老板到核心员工都经过GIA珠宝设计学院的专业学习 拥有珠宝设计鉴定证书经验丰富 银泰珠宝还从原料采购到设计制作 将欧洲奢华的宫廷文化与东方高雅文化融为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设计风格 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